发现自己身上的毛病越早越好 因为你能消除业障改正缺点 修行就是要修去你自己身上错误的观念 人之所以痛苦就是在追求错误的东西 如果你不追求不给自己烦恼 没有一个人会逼着你来烦恼的 别人永远不会给你烦恼 烦恼来自于你内心的放不下 中国传统文化讲 父为不争 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啊 就是说如果你不去跟别人争 跟别人去斗 在这个天下没有一个人会跟你争斗 实际上不争啊 就是一种佛的境界 最近看到一则新闻 在一个饭店里面 卫生间大家两个人碰上了 为了争一个卫生间的位置 结果一个年轻人一拳 就把一个老人家打死了 现在的人火气大 没修养 是生命为儿戏啊 所以佛法讲 无争的世界 是我们真实心灵的世界 无欲无求才能无事啊 仇恨永远不可能化解仇恨 只有慈悲才能化解恶缘 一切恶缘的本属虚妄 我们人知道这一点 就要学会原谅别人 你要记住 能够原谅别人 就是原谅了自己 你伤害了别人 你第一个伤害的就是你自己 创造我们各种的情绪 不面情绪 并不一定是外面的环境 而是我们的心 好好管控好你们的心啊 现在在大学里 有这么多的学科 我们从来也没有听过 什么心理管学 心理管的那种管理的学 因为这种事情 把它这个世界上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都认为它是一种常态 很正常的 只要在人间 就会有这种事情 那你就想得通了 想得通心里就会明白 这样你的心才不会变态 希望每一个学佛人 都要想得通 经常有人问台长 台长什么叫开悟啊 告诉你们 想得通 放得下的人 就叫开悟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